現在就是今天一起那個蓋跳呼呼嘛 然後有一個甩巴掌的場面是 本來就想好了嘛 還是就是突然覺得來戲 戲感覺來就來加一下 妹妹這個是她MV的經典耶 對 然後就是唯一遺憾就是不是真打 真打就怕唱不下去了 對 但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首先我很開心就是 謝謝星雅來擔任我演唱會的嘉賓 然後這是一個新歌演唱會 那其實我在準備另外一個電影和其他的工作 所以真的很沒有時間做排練 所以我們在夾縫中求生存拍了影片寄給她 然後我們就稍微練了大概一兩次 然後把這個狀態趕快調整好 然後今天早上來彩排 所以剛剛那個甩巴掌其實也是臨時加的 因為我們突然想說 欸兩個人在台上有點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挑豆總不可能三分鐘都在挑豆 這樣挑下去不得了 也是對啊 三分鐘 太久了吧 喔 好不好 然後就 後來就想說會呼巴掌這樣子 因為這也是她MV裡面很經典的 對 就感覺沒有被呼一下就 好像少了什麼這樣 那就是剛才就是有唱 唱一點 你怎麼你還好吧 就是剛才唱一點 唱就是唱跳 因為你其實前一陣子好像還剛感冒發燒 就是狀態還好嗎 不是前一陣子 是昨天 對啊 我昨天和前天才打了兩個點滴 然後今天我覺得才可以站在台上 因為昨天練舞都還是發軟的 然後我傳訊息給他們 他們都大家以為我在開玩笑 但其實真的就是昨天還在發燒 但是因為就是去參加一個電影的集訊 然後被其他的人A到 傳軟 對 然後就覺得很 嗯 可是又沒辦法 因為時間已經定好了 然後也必須要表演 所以就趕快去打了兩個 就我現在手上還有一個歐車 就打了兩個點滴這樣子 那你也太強了吧 就是發燒然後又集訓完 就昨天練舞 所以我剛有跳錯啊 有嗎 一點點有一點點 真的啊 就是其實我不太會跳錯的人 可是剛有跳錯一點點 沒關係不要講 搞不好朋友會發現啊 我很誠實 我是誠實的寶寶 不要講嘛 好我沒跳錯 對 演唱會有說會最擔心什麼事情發生嗎 過音還是 沒有就是怕感冒啊 最近發生嗎 而且我很誇張 就我最近只要在公眾場合有其他人 我都會說有誰感冒 然後他們說有感冒 我說那你戴口罩 不然我戴 那你現在我怎麼沒戴 我怎麼辦 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 為什麼我好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經紀人今天早上中了 喔 對 所以我昨天在練舞的時候他中了 所以我應該算好了這樣 沒有就是這個會擔心之外 我覺得 我去就是趕快看醫生就跟他說 因為那醫生就說 欸你不是要就是要辦那個什麼 就是演唱會嗎 然後我說你怎麼知道 看起來老老的醫生 然後我說 呃 那你幫我開就是 不會讓我咳嗽 不會讓我全身發軟的藥 他說好沒問題 我們這個藥效很強 但你絕對不會全身發軟 結果第二天我躺在床上 就是 對就很沒力 所以沒辦法練舞這樣 所以演唱會上 還會有什麼surprise嗎 呃 除了這個之外 然後還有 當然還有其他的嘉賓 還有一些live band的表演 Surprise 留到晚上都知道啊 你不要去看蘇打率 留到這就知道 哈哈 不知道要不要分享 你這麼久沒有 好像有就是上了才唱跳 你覺得心情怎麼樣 呃 應該這樣講 這兩年就是 把重心轉回演戲和唱歌 那其實會比較辛苦 就等於重新耕耘這樣子 那其實唱跳和表演 因為舞台表演本來就是我最嚮往的事情 那 可是像這一次 呃 有參加了其他的電影的集訊這樣子 其實這兩年會以戲劇為主 那我覺得唱跳就是一直以來 呃 Fans 呃 或者是從以前大家對我的印象 那我覺得我不能放掉這一塊 所以這次其實除了一個新歌的演唱會之外 也讓大家喚起一下 其實我還會跳舞啊 然後我很喜歡舞台表演這樣子 然後當然很榮幸邀請心雅來 就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 可以幫我 所以我也欠他一個非常大的領悟 那想要說要怎麼回答 有啊我問他 我說他下次出國幫他出機票錢 不用啦 但他很客氣 不用啦 好那算了 不然冰島 冰島要不要十萬差不多 要吧 來好 不用啦 好你下次出國幫你出機票錢 真的啦 我原本跟他說 我原本跟他說香港來回機票 可是我覺得香港好像太便宜了 對不對 以安心亞的身價 可是重點是你會 來個北極 你會一起去嗎 你要邀我嗎 沒有 我硬要去 對啊 就我覺得當然是下 忙完的時候先請他吃飯 因為很開心 他們的公司的團隊都很支持 很挺這件事 然後也很謝謝他們的經紀人 還有他們的公司 很感謝 而且這個恩情我會一輩子記得 我會刻在我的背上 真的嗎 真的嗎 哪個人說世界 心中報國 好朋友私下也會平常約出去嗎 我有約他跑步 他都不給約啊 沒有啦 這我跑的時間 應該都是有人陪你跑吧 有啊 就是那個工作人員啊 我的那個經紀人 都沒有別種的嗎 沒有 我都是跟工作的人 欸 你幹嘛 幹嘛結巴 我沒有 我都跟工作的 沒關係 我跟你講我真的單身 我是真的 對 不用想 下次彈吉他可以 可以視訊我沒關係 先跑步啦 先跑步 好 因為約了幾次都沒有約成功 那你有約過別的人 跟你一起去 有成功的嗎 對不對 我不隨便約人的 我第一次約女生跑步 真的 我跑步都自己跑 我健身我才不需要人陪欸 我是有一次約她跑步 真的啊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們要一起參加那一集的那個 跑步 就問她說 要不要一起練跑這樣子 對 那心雅拒絕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拒絕 因為我 我 跟她約的時間 就是都沒有搭上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她在錄音 然後我已經在跑了 不然就是 我已經在跑 對 我已經在跑 你在錄音啊 我要等你太晚了 不然就是我有時候太晚了 她就是可能也睡了吧 對 就沒有約前 對 但是馬拉松的時候 是她帶著我跑完全存的 對對對 謝謝她 所以 所以這是我的報答啦 好上次 是嗎 是這樣嗎 對對對 所以機票就不用了是不是 喔沒有沒有 重來重來 重來 對 可是沒有上次馬拉松 也是就是我們一起 就鼓勵她 然後一起跑完這樣子 對 不過我也希望可以約成一次啦 因為 可是我覺得她好像住太遠了 然後專程去的話 然後每次她已經跑完 對 不然約近一點 你知道嗎 你跑來台北 那再 好啦 好了嗎 謝謝大家